谢谢明镇的介绍 也谢谢明镇家父和丽菲的邀请 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明镇已经跟我说了很多次 说实在的我在这个 在我们SalaEco这个club里面来讲这个事情 有点斑斑斗斧 我知道我们在SalaEco里面的这个Mainbook 很多在生态学领域 有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成就 但是呢 深情难缺 我想我今天是从编辑和作者双重的角度 来谈如何在国际刊物上发表高水平的这个成果 刚才在报告之前 我问了一下明镇博士用什么语言了 他说一般来讲SalaEco都是用中文 反正我的PPT基本上都是英文了 对吧 如果有存的这个老外在里面 我想也能看得懂 那我还是按照惯例 就用中文来讲 那从Editor的角度来讲 那我想讲一下期刊的定位和他的发文的要求 因为我们要想把高水平的成果发给顶级期刊 那首先我们的明确期刊的这个定位和这个期刊 对一些发文的这些要求 那我会与 EHS就是一个System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为例 我们在跟其他的生态学领域的一些期刊 对比 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定位和对发文的要求 那么从Alther的角度来讲 那我就想讲一下我们就是真正的Hopwood Channel 他的文章的架构和内涵 我们从作者的角度来讲 如何把握的问题 这个呢我是从Science Vences 这个作为Associate Editor 那我们处理的稿件和我发表文章的时候 对吧 跟Handed Editor和Reviewer在打交道的时候 对吧 我们他这个这里面的一些文章 他基本的要求 特别是这里面 这整个文章的各个方面 最核心的一些要求 或者说这个里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人 在文字上表述你必须这样做 但实际上 我们写这样的文章 应该把这些方面表达出来 那我同时也作为Editor的话 我们在处理其他稿件的时候 那我们对其他的文章是怎么要求的 我想是这两个的集合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把这个期刊啊 分成这样的一个类别 因为我认为因为这个期刊 特别是当今的时代新的期刊 说雨后春生版的不断的有限 你看现在中国国内 每过几天在环境和生态选领域就出现一些新的期刊 尤其是环境和交叉的领域出现最多了 所以你看在底板上 我把它看成一个三角形的架构 第一板上就是一个新型的刊物 它不断的有限 中间我是用Pilas 就是美国科学院院刊 作为一个分界线 那Pilas 其期以上 那我觉得它是属于Top Journal的这个 这个范畴了 Pilas 宁静的专业性期刊 是有一些很好的期刊 比方说在生态学领域 Ecology Laters和Ecology这类的 一直是在前沿性的一些期刊 如果在环境领域 像这个Inmarminal International EST Inmarmi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和Water Research 这类都是属于Top的专业性的期刊 那我为什么把Pilas 作为分界线 Pilas说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期刊 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期刊 但是Pilas它有一个privilege 大家都是了解的 因为Pilas真正发表 就是Solution Online的 完完全全有作者提交的这个文章 也就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八九十的文章 都是由美国科学院是贡献 他有一个 基本上有一个额度 当选了美国科学院是之后 每年可以贡献多少几篇文章 所以这个是影响了Pilas 他的真正的国际的学术的影响 因为有些期刊 这个某医院是投了稿 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四 一年四篇还是几篇的额度 那么以上的影响的 比如按影响因子 Nedge Communication不错 但Nedge Communication 说实在的发文量特别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象综合性的 所以在Science Advances 虽然我们中国人老爸Science Advances 定位为Science的指刊 但是你看一下Science Advances 跟Nedge的指刊是很不同的 因为Nedge每个指刊 都是一个新的主编 而且每个指刊 这个完完全全是 independent的运行 那么Science Advances 在他的介绍里面 从来没有说过 它是Nedge的Offspring的 因为Science Advances的主编 跟Science的主编是一个人 而且呢 Science Advances 这些编委会 是由科学家组成的 它跟Science Advances 跟Nedge指刊里面很不同的 因为这些看过 基本上是专业性的编辑 所以Science Advances 这个编委会 非常看重科学 对吧 你这个原创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Science Advances 基本上不发 Policy方面的文章 也不发 这种各种各样的 这种所谓的增加分子 减少分母的 引用率的文章 所以它不是特别追求 影响因子 但是追求科学的质量的 这个期刊 所以我想 当然Science跟Nedge 当然还有些 比如Sale Nescent 对吧 也都是不错的指刊 但是无论如何 Science and Nature 都是在我们 所有的学科 大家都认为是 Top的 这个General 对吧 现在大 中国的很多的大学 你把Science and Nature 的一些政刊 每年发表了多少 做了有一些 做一些排名 各方面 那不管怎么讲 体现了这个整个的 我们的期刊的 一个机构 或者说 我们的这个 三角形的 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如何 我们发惯了这种 Spencialized General 之后 怎么样 到综合性的 刊物里面去 那我想我今天 从两个方面 向大家 报告一下 这个 那我先讲一下 比方说 作为 用EHS 作为案例 那我们是怎么样 去看期刊的定位 那么 Existeme Health and Sensibility 这个杂志 有些 脑类 Sign or ECO 的Member 可能了解 当年是由 美国圣诞学会 跟中国圣诞学会 2015年 联合发起的 那个时候 中国圣诞学会 说实在是 主要是想利用 美国圣诞学会 这个平台 来启动一本 属于中国人 自己的 英文刊物 那后来 大家知道 中美关系的 演进的过程 这个 相对来讲 对华 对华不太友好的 在2016年的时候 切换了 美国圣诞学会 那就突然之间 就中断了 跟中国的合作 给我们 极短的 转型的时间 所以我们后来 因为我这个主编 是通过 全球零选的形式 来 作为创刊主编 那么在创刊的时候 美国圣诞学会 专门把我 邀请到华盛顿 跟美国 深海集会 旗下的 所有的 期刊的主编 一对一的对话 一对一的对话 的目的 就是要明确 我们这个 新刊物的定位 新刊物 跟其他刊物的区别 所以我们 包括这个名字 当时是我们 从华盛顿 到卡拉尔 的路上 因为 当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 生态学会 在卡拉尔 有一个 EcoTrack的 这个 Editorial Office 这类地方 所以我们在 讨论的这个 整个的方向 就 因为作为 觉得 生态系统 健康和可持性 是非常重要的方向 那么他明确 在几个方面 一个是多尺度的 生态的问题 和可持性的 科学问题 那么特别是 如何利用 生态学的理论 原理 方法 来解决 可持性发展的问题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 正经历着 快速 环境变迁的 这些 发展中的地区的 他的生态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 这边期刊的 当初的一个定位 那我们 为什么我们讲 跟其他的期刊 做了比较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美国生态学会 是非常重视期刊发展的 这也是我在中国生态学会 担任副理事长之间特别强调的我们要向美国学习 那就说美国生态学会在他的Government Council meeting里面 是有一大半以上的时间 是给各个期刊的主编的要求回报期刊 他的这些进展所以我想我们做了一些很多的类比了 当然 最近几年大家可能已经发现 英国生态学会旗下的期刊 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那你就影响 因此各个方面 包括发展的 这个文章 内涵 英国的生态学会的期刊 有快速的发展 所以在2015年 前后 美国生态学会对他的所有的期刊 做了一个第三方评估 那最后决定 他取消 他自己的编辑部 然后转向跟YNA合作 所以我们比较一下 你比方说Ecology 那他基本上是发表 非常传统的生态学内容 比如说 动物生态 植物生态各方面的内容 当年的Ecology主编Dun Strong就取了一个例子 有一篇 讲Digital Technology如何在生态学领域发表的 发运用的文章 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科学家 投给了Ecology 结果Ecology的这个 评约人和编辑都认为这篇文章内涵不错 但是他不适合Ecology发表 后来这篇文章 据说是在NH上发表 所以当时就当时就提出来 Ecology 虽然我们 对吧 这个秉承了我们自己的定位 但是我们失去了很好的 反应 生态学很前沿的一些文章 Ecological Molograph 大家也很清楚 他发表长篇 基本上相当有个小的booklet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是应用导向型的 当年 苏世代的Ecological Applications 那个主编 叫David Shamil 他跟我谈的时候 他非常有建议的 就特别怕 EHS System Health 这个我们这个杂志 会抢夺 这个 Ecology 他的文章 对吧 但是我跟他讲我们定位 跟你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 因为都是在美国生态学会旗下 所以大家在关注 我们相互share这个market 当我们后来回到了中国 那我们就完全定位于一个纯的综合型开户了 Frontier's Ecology Environment 很多的 大家的作者不太了解 其实这是美国生态学会 投钱的一本刊物 这本刊物美国生态学会每年 那个时候 我说我们当年还在参加 美国生态学会 也是会会议的时候 每年大概投100万美元 他的目的是要 发表print version的这些期刊 而且是送免费的赠送给决策者 议会议员哪个方面 那主要的是美国生态学会 是想要推进科普新的工作 科学跟政策的集合 对吧 所以 所以你看那个Frontier's Ecology 妈妈们的发表的文章 不是特别的强调research 而是强调 是一个具有科普新的这种 这个这个目的 就是science跟policy的集合的部分 Ecosphere 他的定位是 所有的领域包括生态教育 这个也是 美国生态学会跟我讲 你要花很长时间 跟Ecosphere的主编 当年是那个Petra 他说你要跟他 发很长时间要谈的问题 因为 他是当年刚刚 启动之后 然后应该是2.6的时候 说 我们的定位要跟他有所不同 对吧 所以我想每个看我大概的定位不太一样 大家你看出来 那么英国生态学会 虽然你看 General Ecology 基本上对美国生态 Ecology General Applied Ecology 基本上的Ecology 对吧 然后他有个Animal Ecology 这个杂志 当然 你还看到 最近的 这个英国生态学会 又做了一个新的期刊 The People and Nature People and Nature 跟他的侧重的也是 科学就是 跟社会的关系的问题 自然跟社会的关系问题 这个 也是强调 科普新的 期刊 因为我们 我跟他们也做过一些交流了 所以我想 这大概就是我们 每个期刊 你要想 投入一期刊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 他的期刊的这个整体的定位 那对于我们 像EHS 那我们当时 因为 说是在利用美国生态学会的这个 这个 Planet for 对吧 这个平台嘛 那我们当时的定位就是高的 那就是 顶级的 生态学领域的期刊 然后因为 我们又不完全在 Ecology 然后又强调了Ecology 也慢慢的Science 是个Management 这几个的集合 一个是要求 作为 全球的生态学研究者的一个 交流的一个重要的 论坛 高质量的论坛 另外呢 是高标准的 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那我们强调了 所谓四个 I 就Four I Four I 第一个I Interdisciplinary 又强调是我们是 跨学科的 来解决 生态学问题的 就是我们跨学科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和行为科学所以大家看到 我们发表的一些文章 是基本上Social Ecology各方面的一些例如是相当多的 这也是反映我们目前整体的 学科发展的 动向 那么另外一个是Interface Interface跟Science跟Policy的 这个交 界面 结合的问题 那如何推进 这个生态科学 在决策的中间的作用 那 第三个方面 是 创新性 那这个创新性特别强调 是利用 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方法 对吧 信用性的 一些理论和方法 来解决 复杂的 生态学的问题 特别是信用的 生态的系统性的方法 但我们也特别强调 要采取这个Long Term的 就是长期的观测的 对吧 生态学的这个演化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第四个方面是国际化 因为 一开始的创刊的时候 那我们强调 这个不能是一个中国型的刊物 他一定 虽然是中美两国期间合作 但也不是就是中美两国的 刊物 他是要有全球的兴趣 然后他的 这个编辑和review的团队 要来自于全球 他的文章的贡献 分布 和他的这个地外的影响 也整体是国际化 所以我们强调了四个I 那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 其实我们当年跟美国合作的时候 就 设立了一个 国际的顾问委员会了 有 当时是有23位 那逐步逐步的有一些 老的step down 现在有16位 科学家 有多位泰勒奖 沃尔沃奖 和多位发达国家 和 发展成国家的科学院的院士 然后也有些 总统科学公安 各方面 人员所组成的 那我们的主编和副主编 我们有三位 在美国现在我们有汉秦 教授 Bustin学院 然后欧洲呢 是意大利的 国家研究委员会 就 Carlo 然后我们还有 七十余位 一线科学家 大家看到 我们的 七十余位是来自于28个国家地区 是完完全全 国际化 而且有多个联合国机构 的代表 因为 刚才 明镇介绍的时候 因为这些 我要不是他们的成员 要不是相应的一些 负责人 方面 所以把他们的一些 著名的专家 拿入了 然后我们这个 整个的这个创刊过程中 也得到他们很多的支持了 所以你看我们的 编委会的构成 当然亚洲 现在偏重一点 尤其是回国之后 现在亚洲 比重加大 35% 但白美区 仍然占到35% 欧洲 21% 南美相对比重少一点 对吧 南美说 也找了几个 很重要的科学家 但是 不活动 所以我们后来就不在 南美 那么 大洋州 4% 那非洲 相对来讲 文章贡献力 因为我们要 高水平的 高质量的论文嘛 所以也不能完全说 我就完全的区域的均分 那最近这两年 我们增加了 去年我们 去年 去年我们增加了20多位 那个 Yung Scientist 那 助理教授以上 在 Talbert Journal 包括在子刊以上 都发表了非常好的 这个成果 而且有前沿的研究 这样的经历 我们也强调了这个 在 人员分布年龄 性别方面 啊 这个我们争取 估计惯例 对吧 然后也比较 负责任 这些青年科学家 来参与了我们 编委会 说实在 他们带来了很好的 很好的活力 特别是在前沿方向上 那么最近我们有 因为现在的 这个发表量 逐步增加 最近我们有 正正在 临选 新一轮的 Yung Scientist 就叫 因为我们知道 像Sala Eagle 一些新的 青年人 青年科学家 他们都有 这么一个 responsibility 要在一些 期刊 担任一些 这个职务 或者是 有一些service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一个贡献他们的智慧 另外一个呢 也获得的经验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到目前为止 说实在的发表文章 基本上在research article 啊 而我们现在的review article 都比较少 所以上次 去年我们在美国开这个 呃 编委会的时候 我特别跟 家父啊 几位 呃 讲 希望他们贡献一点 review article 对吧 我们 呃 其他的类型的文章 虽然我们也设了像policy forum 像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column 这类的 呃 editorial 我们基本上也没有发 因为我也不太愿意 老写这种editorial 这类的东西 对吧 但我们 呃 库中的一个新的类型 叫narrative 是一个新的 文章的类型 这个呢 是我们根据 生态性领域的一个特有的 呃 这个这个 工作方式 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生态学家长期在野外工作 他们用他们的 野外的经验 和用他们的这个摇杆 和 这个照相机的这种性能 能够造了很多 那高性能的 高 这个这个 精度的 呃 图片 对吧 相片 这类的 反映 那些自然的 那些自然的 那些自然的现象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哎 所以我们就想 我们能不能 所以我们从前年开始 创建了一个叫narrative的新的文章类型 那就是 主题是用 图片 高 这个精度的图片 和照片 来反映自然演化的 呃 这个一些 呃 新的发现 和新的 这个观点 这方面 那文章的架构呢 跟研究文章有点类似 那比方说前面仍然有摘要 但是呢 整体的故事是用图片 和你的这个图 来来体现的 然后最后有结论和有一些讨论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想 就给我们长期在野外工作的这些生态学家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他能够把自己的一些发现 和新的想法 能够及时的发表 也贡献给大家 我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这篇文章 因为我 一开始的时候 想创建这个类型的时候 是因为在朋友圈 在微信朋友圈的时候 那个 西白高院所原来的 首长 赵新权 他在做三江源的问题 三江源的野外的考察 他有很多的文章 很多的这个图片 特别好的照片 在朋友圈 分享 他说我后来想 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 哎 用故事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后来我就邀请他 他就用那个皮卡 就是输出 对吧 哎 他这个 这个照片啊 记录 那搜索 大家过去讲 他是完完全全的 有害的 草原洞 那他们 这个通过 野外的考察 照片的记录 你科学家 如果长期在野外工作 可以把你 特别好的一些照片 高精度的一些照片 能够 给发表出来 让大家可以有案例了 那我们现在的期刊在各个 引用都 这个 Sclubs的引用跌的 相信评价相当的高了 因为涵盖的领域 比较宽 而且规计划程度 相对比较高 那我们 因为我是 追 这个这个追寻 稳定发展这样的一个机制 所以这些年来 对吧 我们的影响因子在逐步的提升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影响因子的话 跟ecology 基本上是差不多 去年我们已经超越ecology 在Q1的这个水平上面 所以我们已经发表了多个高水平的 这个这个 包括专刊 因为专刊 是属于 一些 热点的 议题 那我们组织的 对吧 比方说像 蓝碳啊 比方说像城市 你比方说 Stuart Pickett 大家就知道 著名的 城市生态业家 那他专门组织了一批 组织了一个 城市生态的一个专刊 那比方说 关于水的 那就是 叫Frank Winder和 何谈生教授 他们组织了 一期 对吧 然后像美国 欧洲科学院院士他们组织了一个 在中东 对吧 在这个东欧 转型时期的生态系统管理的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有 比如说你看 非常著名的一些科学家 在我们这个 期刊上发表了一些 很好的文章 我就唯一 来来来跟大家 讲了 所以我也要欢迎 我们塞了一扣的 这个成员 能够把重点的 现在目前 特别有赢 特别 有前沿方向的 是吧 能组织起来 因为我们对这个 guest editor的要求是必须是国际化的 就是你这期刊里面如果只是中国人 我们不接受这样的 proposal 来来组织这样的一个 一个期刊 所以我们必须产生的一些影响 特别是在我们变成science的合作刊物之后 因为 tubeas 你看大家知道我们有多篇 被tubeas 论文 精选 和tubeas 现在有 有 每年大概我们给我们 50个额度 但是我们实际上去年我只用他两个 因为我这个人 我们一直强调是高水平的 那你必须 达到这个高水平 然后我们才利用 tubeas 这样的一个平台 来做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地外的这个宣传 这些重要成果 那现在我们 正在做的比方说生态系统 对于碳中和的贡献 如果 在这个各位专家和老师 包括研究生 有这方面的大家可以 积极的投稿 另外一个是 关于多种同一素 对于 如何 评价生态系统健康这方面的应用 这个这是由 林光辉啊 和几位 国内外的科学家共同组织的 我们现在正在主刊 是吧 大家可以 积极的参与 其实 关于蓝碳这一块的 海洋蓝碳 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封闭 比方说 coast blue carbon in the as of the same 对吧 就是说 人类这时代的 蓝碳的问题 这个我们仍然在 在这个 call for papers 这样的 做这样的工作 但我说几个 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 哪些文章 我们认为 是相对是很好的 而且很快的 就会产生影响 比方说这篇文章 当时是由 田汉勤教授 他 贡献了 他的团队贡献 那么就是关于全球 甲烷和 带化物的 排放的问题 就是洛迪斯带系统 排放的问题 尤其是在多种 环境压力下面 对吧 这个排放 大家可能知道 因为当时这个东西在 关于甲烷和 养花鸭蛋 之类的 这个排放 在国际上 还是非常前沿的 状态 所以拿来之后 我们很快就 通过同华民意发表了之后 这个 MIT 还做了一个 专题报道 然后美国 国际国家基金会 也做了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报道 还有一样这个刊物 那就关于 社会生态方面的内容 这个社会生态方面内容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就是说是有伊拉克的 一位女科学家 跟美国 两位科学家 美国两位 伊拉克一位 他们合作 A 当时是 这个美伊之间 战争状态 而且他讲的是 美伊的战争 和气候变化 双重重用下 对这个 河流 呃 带来的一些重要影响 使得河流干枯 那么 整个牛域的 土著居民 特别是土著的妇女 他的生活 就是他的 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那这个文章 我说在当时 我一拿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文章 很不错 所以我就跟我们的 讲 这篇文章想办法 提升他的质量 那尽可能 我们能够发辩 那么当时这个文章还是在 那时候刊物还在美国生产协会 所以我跟美国生产协会讲 那给他一个 Price release 那美国生产协会说我们从来不做 Price release 但是我跟他讲这篇文章的重要的意义 所以美国生产协会 做了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那第3种类型 像这篇文章 那主要是讲一些 比如说我们 就是我们期刊现在发表这篇文章不是很多 因为比较难写的 因为比较难写的实际上是 就是 perspective 内心的 对吧 就是展望 这个内心的 那比如说 关于 tipping point 关于 多少个未来的关键性的科学问题 这些方面 这些内容 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这个 这方面的一些投稿 那 关于 期刊的定位 比方说我们 刚才已经讲过 那这个 那 非常及时的能反映 我们 相应的文章的发表的情况 包括 30的正开 那时不时的 因为我们变成伙伴刊物之后 那么Science正开 时不时的会把我们的一些 专刊啊 各方面的信息 在Science正开上面 进行发布 那也包括在Science的这个 网站上 进行发布 所以我想 如果我们ScienoEco的 这个member 来组织这样的一些刊物的话 我们 有更多的平台 向国际上 能够 了解 让国际上 在国际上产生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想这个 前面就讲一下 期刊的定位和 从编辑的角度 对于期刊的一些 看法 包括 我们期刊 如何产生 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第2个方面 那就是从 作者的角度 当然 也是从作者 和 编辑 或者说 一个副主编的 当然我们 因为Science 所在的这个 都是 处理到 不同的这个方向 handling Editor 然后 Science 我主要负责 是Environmental Ecology 就环境生态学 和 Cecibility这方面 可知性 大概这几个方面的内容相对比较多 当然也会处理 矿 不同的学 比如说 地球环节 如果 透过Science 喜欢固体地球 这方面的一些内容 那我心里有些文章 是他转给我的 还有一些呢 是我安全 在跨虚科的 所以叫做 社会 这方面 也有一些关于社会 生态方面的内容 转到我们家来 让我来 处理的 这样一个 一个稿件 好吧 那Science 我想 他是 他是 Science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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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员刊物 但我刚才讲过 那么Science Science从来不承认 不认为他是 所谓的Science 中国讲的 子刊的那样类型 因为 他的特点是 对吧 他的这个我前面讲过的这个 这个特点 所以 我们有一些 科学家 习惯也比方 我脱Science 脱Science不行 认为说我先脱了Science 然后就转到Science 我就有优势 但我告诉你 我从一个编辑的角度告诉你 你如果从Science 然后直接转到 Science 所以我们处理 这样子搞得也不少 你根本不占有使 对吧 甚至我们一看 那个评证意见 我就立马给你去 去搞 因为在 Science 这个编辑会 这里面他认为 我这种Science的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那Science 不是说比Science 就弱 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针对不同的刊物 你要换掉 Coverlator 对吧 我后面会讲 这个Coverlator的问题 这是我们很多的 学者不太重 不太重视的 对吧 我自己的作为作者的角度 我的经验就是 任何的transfer 都不肯定 对吧 比如SPR也搞了 Transfer 然后包括 像当年 这个美国生态学会也搞 说呢 我们从来没从 别的刊物里面 拿到什么好文章 基本上 你从另外一个期刊转到 你认为 影响因子相对低的那个期刊里面 他根本不会把你作为一个说 你投那个刊物 你这个水平就会高 而且 他认为你对他这个刊物本身就不重视 对吧 有歧视性的行为 所以他不会 对你这个这个文章 又更为重视 那么Science 他是特别强调 你的重大的 创新性的 原创新的贡献 对吧 特别是在前沿方向 我们这是国内的 我们很多的作者 国内在30%里面 因为投的文章 仅次于美国了 对吧 而且发表文章数量有很多 那投的刊物文章里面 很多的 说实在都是follow 很多都是follow 别人 生态系统服务 然后再搞一下 然后现在的什么 微塑料的生态影响 就都是了 今天是在 茶叶上发现了 明天是在奶粉上发现 这些都不是有科学前沿性的 所以你投这里的期刊基本上 根本过不了 然后他的领域 也是一个综合性的 另外一个 他注重全球性的 广泛的这个影响 那么他的这个 每年的投稿量很大 2023年的投稿量是两万多篇 20945篇 那么80%在第一人就被 就被reject了 也就是在两个 科学家编委 对吧 一般来讲 一篇文章 首先 投到的时候 那么在编辑部要根据你的关键词 要虑一下 虑就是说他要找到合适的 对科学家编辑 我坦率来讲说 中国人有个特点 就是说只要投稿 你发现有中国人 立马就找 然后甚至是不客气的讲 有的人还通过更刚的关系 然后找到了 希望 说这都没有用 其实 对吧 因为 一方面 他不一定 对吧 根据你的关键词 不一定转给你的 另外一方面 说实在 我既然在这个 30万岁 我做这样的 那我就要完全的正从 30万岁的运行的规则 那你不够水平 你发表 只会影响我 在这个学界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想我们 我们是严格按照科学的质量 来进行 来处理的 所以百分之八十的在 两个科学家编辑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 来决定 你这个刊物的这个 你这个篇文章的 是不是在第一次的 first first screen的阶段 就被去掉 对吧 那一般来讲 第一个 科学家编辑 发表了他意见之后 再给第二个 第二个 一般来讲 他的领域 跟你这篇文章 就更为小同行 所以 第二位 科学家编辑的意见 更为重要 因为他会直接 就拒掉 对吧 当然整体的接受力 是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百分之 还有一个百分之十是经过 review的阶段 被拒掉 对吧 影响因子 因为我前面讲过 Science 这个就他们强调的区别S 单刊 不是完全追求 影响因子的 所以 当然总的来讲 他保持高质量 高的影响 然后 也特别强调 这个 这个 S格的问题 就是科学的能力的问题 那这个领域我刚才讲过 非常broad 大家看到生态学 这个领域 发表文章那也是比较大的 第一大是physics 对吧 那就是投稿量 第一大是physics 然后chemistry 然后 这个 实际上是整体来讲都有 那ecology 从目前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每年我们发表文章量 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如果 跟两个 相比 就是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基本上 呃 发表文章量比较小 因为 实际在 在重大的理论创新 或者说宏观的研究 这方面 呃这个 环境科学 还需要进一步的 怎么样的理论上有突破 那么 国家呢 要看到美国是最多的 那么这个 紧接着就是中国了 然后是英国 和日本 然后 德国 大家看到主要的 这个科学发达的国家 因为我用的是 呃前面的一数据吧 论文就国际合作的研究论文 为什么我讲经验呢 啊 也就是 图片 勿用的那位 科学家 那么工程院院 然后 环境生态是我 我们三位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又发现 超雪涛的名字不见了 然后我就问他们 外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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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编辑部 他们说 我们不要 是挂名的 呃 人员 我们要 非常尽心尽力的 啊 科学家 你既然作为编辑会 你必须在这里面做贡品 所以我想 这个是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对吧 我们有很多的 国内的期刊 啊 要经常要是有些 不做事 啊 要用名声 但是 我想 因为他的影响在了点 不需要 利用这样的 那么我下面 要讲一下 从作者的角度 也包括我们编辑的角度了 那文章的这个 其个方面 就是尤其写三十三十 这类文章 这几方面的内容 我们应该focus哪几个方面 比方说摘药 说是带着摘药 我们 有的人不太重视 但摘药 是很重很重要的一个 而且摘药 摘药 是难写的 对吧 因为你要花时间去写这个问题 比方说 你来第一次投稿的时候 他摘药是不能超过一百五十字 一百五十个word 然后你在第二次修改的时候 他可以让你稍微扩充到 200字左右 所以在你一百五十字 的字 提交的时候 你必须 要focus你这个 abstract 在哪些方面呢 一个 你这篇文章 是为描述的 关键性的科学问题 就是central questions 第二个问题是 在你这个abstract的就有 非常重要的发现 你这个文章 the most important funding 是什么 然后也就是说你回答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 要这个很重要 其实abstract的写好和换 也对你这篇文章未来的引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你不要认为 作者引用你的文章 他全篇读了你的文章 作者引用你的文章 很多人 看了你的这个abstract内容 他就直接引用了你的这个 这个重要的发现 或者说你的重要的观点 对吧 我讲的是很大的部分 对不对 然后 你要想吸引读者 你abstract也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 他在你abstract 发现 很有意思的 这个发现 很有意思的 关键科学问题 他才有兴趣进一步读你的文章 那么第2个方面 要 要让你这个科学问题非常的clear 非常的清晰 那这个abstract 我刚才讲的 大概 因为150字 你要想说很长 不太可能 所以你在150字之内 一两个的sentence 要把 一字两个 最多两个 你不可能写很多了 对不对 他是一个 综合性的问题出来 就overarching的 questions 写出来 所以我想这个 第1 abstract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 我们很多人 我至少我的研究生 写论文的时候 abstract 就会 从引言里面找一找 从什么结论里面找一找 什么的 我的 我都警告他 你小心一点 这个尽可能的要让你的 abstract 是unique的 对吧 虽然 你结论是在结论里面 但是 你在写 写法上面 各方面 在abstract 应该有所不同 对吧 所以我建议不要 简单的从前面抄一点 后面抄一点 然后就搞成一个abstract 就把它做一个集成性的创新 这是不够的 第2个讲 Introduction的部分 因为Introduction的部分 也是蛮重要的 我想至少 对于我们编辑来讲 我要读你这篇文章 我一般来讲 我们在Sunders 给我的时候 我首先读你的Coverlator 那我会来 我待会我来讲这个 Coverlator的问题 因为 这个 他的 应该包括的内容 跟方面 对吧 然后 我在读你的abstract Introduction 然后我在 走向后面 快速过你的 Figures Tables 各方面 然后我在判定 当然我也看你的 reference 然后我在判定这篇文章 到底有没有judge 对吧 他有没有真的是 创新 那第1个 首先 这个问题 哪怕你从区域的 就是说你 你比方说你的研究区域 是一个区域型 但是 你如何研究一个区域型的问题 变成一个全球意义的区域型的问题 你比方说 像 Peter Grant 和 Rosemarie Grant 这个夫妇脸 大家可能了解 他们在有一个研究 Skolan的一个岛屿的里面的 的分化的 这篇文章 是一个经典型的文章 他就是一个岛屿 对吧 结果那篇文章是 非常影响的 现在变成 这篇文章 最有影响的文章 之一了 对吧 所以我想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把一些区域型的问题 或者是 或者是 Local的问题 变成全球 重大意义的问题 或者在全球的框架下 来 分析上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 是要我们要 非常 简洁的 预言 对吧 你想 Skolan其实 跟Skolan有一点不同了 他允许你长到6000字左右 对吧 但即使这样的话 仍然还是比较简洁了 对吧 因为他 这个长度是包括你的 Mathology的后面的部分 对不对 就是说你前面的正文的部分 已经讲完了之后 那后面部分都算在一起 6000多字 那么这样 你就会非常简洁的预言 来描述整体的发展的 体系 那么平时 同时 也要引用一些 一些非常有影响的科学家 重要的一些科学家 他 这个 在这开拓了这些方向 或者开拓了这样一些领域 因为 对我们的评论者来讲 因为我们找 比方说我要找 这个作者的话 我要找review的话 Sansman's我肯定要找 在Sansman's 这期 顶刊以上 发过论文的 这些人 来 评论你的文章 那这些人很可能 他是你的小同行的话 很可能 是你这个方向的开拓者 对不对 如果你这篇文章 对整体的态势描绘的 不清晰 然后 也没有引用 他们这类的一些文章 我想你 打开这篇文章 也不可能 呃 被被发表 因为他 你的整体的动态 更不清楚 对不对 那么 还有一个 在目前来讲 哪些方面 是完全发展的 比较成熟了 那新的 对吧 关键性的gap 在什么地方 对吧 就是说我们如何 填补这样的空白 那下面紧接着就是我这文章 是不是在这一方面 填补这个空白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了 所以我想你去大个心要解决这方面的内容 那后面紧接着就是 我们的分析和结果这个部分 分析结果的部分 这里面 我想特别强调的一个事情 对于我们中国学者来讲 我们过去不太善语 所以比方说我的 伯罗生在开始写文章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要有语言来表达 而且特别累赘的语言 但你发现你看 老外很擅长用图和表 来表达他的观点 那么在一项三十三十段时间 顶离去看 包括像我们 我们现在要求 因为篇幅所限 那就希望更多的 用 图品 图和表格的形式 来表达你的 这个结果 甚至也表达你的观点 虽然这些期刊都明确的 呃 限定 图和表的受益 比方说 Science and Science 都明确限定 不超过六个图 但是他 允许你用 Panel Figure 也就是七层的图 那一个Panel Figure 实际上是你可以六个小图 把它七层起来 对不对 变成一个整体七层的图 那当然你怎么样 用这张图来解释 这样的一些关系 然后你很多的 不可以 不需要用文字表达 就用 这个图的Legend 图的说明 来表达你很多的主要的观点 这样的话 你一 非常清晰的表达你的思路 和你的结果 同时 你有 集约了你的文字 对吧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我倒是希望 就是说我们的 很多的学者 能更多的利用好 这个图和表 来讲这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 特别强调这个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 你整体的方法内 就是说 你所选择的这个分析方法 是不是新颖的 这个也很重要的问题 比方说 我又有篇文章 我们投到PLS的篇文章 第1轮的时候 被一位平成者给拒了 拒的问题就是他说我们的方法 对吧 不新颖 而且还承担的问题 所以第2轮的时候 当然我不认了 对吧 因为我认为他的方法是对的 第2轮的时候我们改 改了之后 我们 我们用新的方法 就是当时 那个篇有一点统计计量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 计量经济的模型 然后我说我完全用计量经济的模型 另外一个视角 看是不是同样的结论 如果是 那就说明我的方法没有问题 好 所以我们后来有 对吧 重新 去 申诉 最后成了 因为我们那个那个评审的专家 承认他是错 所以我想 你选择什么样的方法 因为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要让 有充分的 这个 这个表达 表述 这个方法的心灵性 就是说他在哪些方面应用 或者说 以前有没有 这样的应用 对吧 那 所以我想 这个分析和结果这一部分 尤其 我特别强调的 刚才讲的 你如何利用你的这个 这个 符合表的说明啊 把重要的观点 给表达出来 这个是 重要的内容 那除此之外 那我再讲 几个方面 就说我们 写文章 我对我的博士生 现在 这个 建议 就是说你在 做这样的研究的时候 首先 我们老海中 要想 我这个研究的成果 主要的表达 这个 内容是 对吧 我到底在哪些方面 是新的 所以 平时的时候就要做一个out 做一个大纲 这个大纲 要想 首先的关键的科学问题 是什么 就central question 是什么 然后我有什么样的 基本的思路 然后我用什么样的 方法 然后可能的 这个发现 是什么 对吧 这个possible funding 是 对 因为你想 我们做研究设计的时候 可能是你想 过的这个问题 但未 但未来实际研究过程度得出的结论未必是那样子的 但是 你至少是有一个预设的一个研究设计吧 对吧 你否则的话 你不可能说我完全走到哪 打到哪 这是不是我们研究的 所一个正确的方法 所以我想 这个大纲里面有这样的体现 那然后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在实验室 或者野外 要获得各种各样的文数据资料和我们实验的这个结果的分析的结果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分析的结果各方面是用图和表的形式 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图和表的形式把它放到我们的大纲里面去 比如说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大纲 然后我们去试图解释这个图和表 对吧 因为图和表出来之后我们要用文字来表输嘛 对不对 因为有那个图和表 我下面进一步的文字怎么样去表输这个就就出来了 然后 就进一步的来讲 那就说我们各个段落 各个段落里面其实 这个顶刊里面也特别强调 他topic sentence 因为大家写的好的英文的文章 topic sentence都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那就说我们的关键句 对吧 其前后的这种连接的语言 对吧 有来写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些 前后的这个结果各方面就可能表达出来 对吧 那最后就是我们 如何去表达整体的结果包括 他的结论 和讨论 对吧 所以我是特别 建议 就是我们在做一阵一个工作的时候 对吧整体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不是是你 我做完实验然后去 乎里乎说乱实验弄出来做一个结果 那就说我整体的都是设计的时候 我要有一个 大纲 这个大纲的不断的去修正 调整 对吧 然后基本的科学问题基本思路 方法 结果 结论 然后在这里面 逐步逐步的 放进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一个 一个方法 那么 那 那文章完成之后 那我想 投稿阶段 说实在呢我重要的看我的文章刚才讲的 投Science也好 这个Letch也好 子开也好 我都是自己投 你们为什么要自己投呢 其实这里面的很多的一些选项 还是蛮重要的 我们国内的 我说了解的 文学非常年轻的一些科学家 有一次跟我讲呀他的那个 研究生在投稿 我说你的研究生一篇文章都没发过你投什么Letch 子刊 那好多问题 即使出现的问题你怎么回应 你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对吧所以 你有些问题你回应不了直接就被去掉了 直接就被去掉 对吧 那你比方说他有一些让你 重新再写一段 你的Significant Statement 对吧 他对于学生来讲他就没法做了 那我想在这个 submission的这个阶段 那我们 很多的这个科学家不太重视 Carvelator 就国内的 对吧 那 我们作为辨识的角度来讲我首先看你Carvelator 我刚才讲 对吧 那Carvelator要讲什么 比方说一般来讲要体现几个方面 一个 你 征询这个刊物的原则 和他的这个 这个能力 规则 然后所有的作者 都同意 这个 这篇文章 原创 而且这篇文章 作者的贡献 大家都是 赞成 那么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内容 就是说你这个研究的 重要意义 是在哪里 global significance 在哪里 这个一定的描述出来 你想想你自己这个实际上是你对你自己这篇文章自我评价 对吧 那你要想你要 让review 给你一个很好的评价 你自己都不能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 评价 对吧 你这篇文章 就不会引起注意 这是我想讲的 第2个方面 第2个方面 每个期刊都有他的格式 和他的writing style 对吧 就是他的写作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 有些青年的学者 在做图稿的时候 反正 一篇文章 写完了之后 我投类也是这样子的 Sciences 这样子 Sciences 这样子 甚至 更可笑的那个convulator 你上面都变得不变 投到投到那个 比如Nature Communications 然后被拒了 然后投到Sciences 然后投到我们让来之后 那个那个期刊名字 还是Nature Communications 你说我肯定第一时间就把你拒掉了 对吧 你这个 根本就不负责任吧 根本就不可相信你这个 对吧 那你你想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而且每一个刊物 比如说30万 让你投稿的时候 一定要转换一下 对吧 转换他的类型 包括 他的这个 这个number 各方面 所以写作的格式的要求 我今天看到我们有一篇 有一位 在吐槽 吐槽什么呢 就他的文章 刚刚被我们EHS 拒了 说实在 他的那篇文章 被拒的原因就是 第一任的时候 他那个handling editor 对他又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还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再去取代 结果改完之后 他的格式就没有变化 甚至 他把他吐槽就是EHS对他的要求就是让每个 这个贡献者必须填 对吧 这个这个contract 那这是Science 所有的这个伙伴刊物也好 所有的刊物的要求 你 你在 看那天面讲了 我所有的作者对这篇文章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 他要求所有的 这个共同作者都必须 要填 知识产权 各个方面的这个协议 对吧 结果我们这个 学者 这位这位学者好像吐槽 啊如果这个这个不合你怎么能力 要付得很段的工作量 这个东西 你要想不计你还得要有思路要有整体的国际化 然后 我再看了一下 比方说对他的这个文章格式转换的要求 那人家给他的email的里面 很长的一段话他可能都没看你懂 他说 我没有为什么没有专题给我提醒 你想后面那么长的一段话为什么你不去看呢 因为说你尤其是投一个新的刊物 你后面的 这个的instructions 一定要把他搞懂 对吧 还有个checklist 就是说 你投这个刊物整体来讲 他要求什么样的内容 就我刚才讲的 比方说你投 有些子刊的要求 那些子刊要求是你 第一轮投稿的时候 就必须所有的 这个 这个 authors 要fearing the forms 但绝大部分的 期刊的要求都是在你 第二轮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有机会 有机会 被 接收的时候 对吧 要求你填 这个fearing the forms 所有的 作者 如果你有一个作者没有填 那就要等待所有的作者 填满 之后 他再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对不对 这个我想 我们需要 老海中要了解这个问题 然后 如果你有机会被 这个 送出去评审 那进一步的就要 修改 一般来讲 你修改就是 绝大部分是 对吧 因为你想 给你 minor 就是 都 仅仅在 一个月之内 20天左右 21天左右 你大概很难 改成一个很好的稿 因为review 里面 这个 我们很多的作者只是对 文章做了修改 但是 没有对 所有的review的comments 和suggestions 一对一的 来response 对吧 所以你必须有一个专门的 就point to point responses to review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这个是非常重要 对吧 也必须 这也是要有规范化的 然后在你的 修改的稿子里面 在 把你修改的部分 进一步的 用红色 或者用其他的 鲜明的颜色 把它标注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 你就让 编辑 和评审人 节省了 时间了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否则的话 要重新开始 从都之为的看 不可能 他只能通过你这个 彩色的部分 他就看出来 你是不是对他的 修改的意见 评审意见 真正的做了回应 对吧 所以revision的部分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 我讲的 比较也比较重要 就是说我们 如果你投稿 你自己非常自信 或者你这个团队 整体非常自信 说这篇文章非常好 但是被拒稿 那就说 评审人 评审不太合理 对吧 那你尽可能 利用 期刊给你的 申诉的权力去申诉 对吧 因为我有 我有至少有两篇 顶叹的文章 那两篇 两篇三篇 是被申诉 是申诉 过来的 对吧 一篇就刚才讲 Pilas的文章 就刚才已经讲过 我们后来申诉了 我一开始没有理他 我花了一两个月时间 进行修改 然后调整了方法 然后我重新投稿 然后跟他说 我没有问题 我的方法是非常 对的 准确的 那么有新的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来证明 我的结论是一样 所以 后来的评审人 对吧 评审的专家 然后说他自己是错的 然后这个话说来了 我也觉得挺可爱 那些这些 你想 作为Pilas的专家 对吧 评审专家 基本上很多的他是利用他们那个 这个科学院是这个这个团队 另外一篇文章 是投三十万岁的那篇文章 说实在的 我拿到那个 文章之后 他的观点里面充满着是反华的问题 就关于我那个改革开放四十年那篇 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与增长之间的 Coupling和Decoupling的关系问题 这个里面就是 我我在文章里面没有写过任何一句关于一带一路关于 他的机器他的影响的问题 结果这位专家 打做一带一路的文章 然后一看当然是海洋的专家 他说中国 近几年 这个大力的开发海洋 货中海洋带来重大的影响 那这 我就很不赞成了因为这个是一个政治偏向性的 对吧 你带有你自己的偏见 不可以的 所以我 立马回应 就说 作为Science France这样的一个 顶级期开 你必须是基于Science based 的review 而不能基于你的政治观点 或者是政治偏见 我们把它修改部分修改了 后来 当然 我发给了他编 编辑部编辑部重新 找了线下的专家 据说找了四位 但也始终没有给我透露姓名了 那么四位专家在线下对这些这些文章进行进一步的评审 然后给这文章 评价很高 说这篇文章非常impressive 然后他回答了中国在这么多年 到底是不是在coupling阶段 还是在decoupling 这个阶段 所以 通过线下的这种 庭审之后 然后他们才同意我 到线上 再一次进行 把修改稿 反观 过去 所以我想 就通过这个两个势力啊 作者的势力 我跟各位 这个 这个同行 三楼一科的 member 建议 你有机会 如果你认为你的 文章是有很好的影响 对吧 你的观点 你的方法 都是准确的 你尽可能采用 appear的这种方法 对吧 去申诉 好 那我就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对吧 谢谢大家 那这个是关于 大家看到是我们 EHS的这个 这个 链接 也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 网站啊 微信啊 各方面 好吧 也希望大家 把好的文章 投到相应的这个刊物里面 好吧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跟大家的交流 是有益的 谢谢大家